UNIT 35 FIND ADJ OR N2V 今天的这个句型其实是要介绍虚授词IT的用法 它既然是虚的,真正的授词在哪呢 就是to加动词这个整个就是它的真正的授词 表达这件事情 主要的动词并非每个动词都可以这样用 除了find的这个字以外 FashionDI也介绍一些比如说表达认为的动词 比较think, consider 或者表达相信的动词believe 就这些了 加完虚授词IT之后 会接形容词或名词来修饰这件事情 那完了之后才会用to加动词带出整个句子的真正授词 我们看这个单元练习题 首先是填充题 一样我们对比文之后再来翻译 比如说第一题我看到这边有个危险的形容词 还有外国 OK外国 这个外国是foreign这个字 OK所以正确答案就是dangerous跟foreign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我发现说这边有个治疗这个动词跟疾病 这个名词需要翻译 所以答案就是treat跟disease 好那这边呢这个片我觉得还不错 同学可以把它画起 这real disease中翻译 罕见疾病 OK好那这个阶系词叫west 这个west这个阶系词也蛮有趣的 这个west有的意思哦 它有的意思可是它是个阶系词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好发现说除了点点点之外 这个阶系词跟后面这个忌神 这个忌拜这个忌啊 是需要翻译 所以答案就是except跟worship 好来我们看一下b部分的句子重处 那一样呢我们先标记完词信之后呢 再来两两合并 好我们看第一题 好首先呢with our new CEO 我们可以标记west加一个名词 跟我们的中心的总裁 好接下来stressful呢 就是很有压力的 我们标记形容词 好接下来to discuss 好去讨论 接下来we all find it blah blah 我们可以标记主词加动词 我们都觉得怎样 发现怎样 好接下来呢 just about anything 可以标记about加名词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两两合并 首先我看到本科的句子 是那个finity blah blah 后面blah blah blah 我们可以用形容词或名词来写嘛 所以应该是会接stressful 这件事情是很有压力的 好接下来呢 我看到这个to discuss 刚好就是我们真正的受词嘛 所以会摆在stressful的后面 好剩下两个东西 就是with our new CEO 跟just about anything 那刚好呢 这个discuss这个讨论这个字 刚好就是discuss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好老师再讲一次哦 discuss something with somebody 所以答案就出来咯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we all find it stressful to discuss just about anything with our new CEO 好那我们看第二题 好to save去存什么东西 图加v 好half of my income 好income这个字就是我的收入 那一半的收入 我们标记名词 好接下it reasonable 可以标记it 然后标记adj 那reasonable是合理的意思 好叫for my future apartment 为了我将来是公寓 可以标记for加名词 好接下i consider 我认为这件事情 当然就标记s加v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没有可以两两线合并的地方 好首先呢 我看到i consider 好想一下就是我们这一刻的句型 虚售词 所以要先下来 i consider it reasonable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好那哪件事情呢 那后面会用to来带 所以一定是t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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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在合之前 你会发现save是存什么钱嘛 所以当然一定会接着什么 half of my income 会先合在一起 然后整个呢 就会丢在 这个it reasonable的后面 那最后剩下for my future apartment 为了我将来的公寓嘛 所以当然就摆句位 答案就出来咯 所以这个答案是i consider it reasonable to save half my income for my future apartment OK好 我们看c部分的中意音 好一样呢 我们先分析完中文之后呢 再找句型跟判断时态 好看这一题 Greg 当然是主词 好现在发现 照顾邻居小孩 听话小孩是很简单 我发现说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刻的句型 发现点点点 是点点点 好等一下会用虚受词it 好接在find的后面 然后再接下来 再用to来带后面的真正受词 好现在动词叫照顾 然后邻居听话的小孩 其实就整个当名词来用了 好那时态上呢 就是当然是过去式 如果你用现在试的话 就是可能会发现说 就是他常常在照顾 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简单 好那你也可以用过去式 过去简单试来写 好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 Greg found it easy to look after his neighbor's obedient kid 好那这边呢 你look after呢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 拼这个片语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用take care of 这个take care of也有照顾的意思 好那这句比较难的是 这个obedient 这个字比较难一点点 好那其实从obey这个动词来 ob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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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ey这个动词 做自为的变化 就变成听话的意思 ok 好那以上呢 就是本单元的全部内容